这是2014年12月 北京市人民法院开庭 审判现场的真实影像 我被打得太疼了 坐在被告席位上的刘振志 忍不住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实在是一旁的法官咄咄逼人 一连串的逼问 就连在场的围观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法官究竟说了什么 刘振志又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呢 最后的审判结果又如何 时间回到2014年10月11日晚 此时北京一所大学公寓内 刘振志于结束了忙碌的学习 从图书馆回到了宿舍内 此时天气已经转凉 刘振志回去后就很快洗漱好 躺进了被窝里 想着放松一下就看起了小说 渐渐的疲惫感袭来 刘振志忍不住进入了梦乡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突然一股大力将刘振志从床上拽了起来 没有防备的刘振志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然而还没等刘振志反应过来 雨点斑斑的拳头就朝着他袭来 身上的疼痛让刘振志瞬间清醒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几个人 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啊 刘振志内心疑惑也就问出声来 然而这群人却置若罔闻 打你还用理由 听到这话的刘振志也就放弃了和他们讲道理 他试图反抗 可是双拳难敌四手 刘振志根本就不是 这几个人的对手他只能抱住自己的头 防止头部受到伤害 本以为这几个人打过之后就会离开 却没有想到刚刚的拳头只是开胃小菜 他们竟然直接将刘振志从宿舍拖进了楼道里 这些人丝毫不顾忌安装的监控 一阵拳打脚踢 眨眼间 刘振志的身上就已经青子一片 长达几分钟的群殴 让刘振志毫无还手之力 终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打结束了 刘振志拖着伤痛的身体回到了宿舍 而被动静吵醒的几名摄友 也连忙关心刘振志的情况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惹到他们了 听到摄友的关心 刘振志满脸的苦笑 我是真的不认识他们 完全就是无妄之灾啊 听到刘振志这番话 摄友们也是愤愤不平 让他赶紧打电话报警 刘振志原本想着是报警处理 还是找学校处理 这下也是坚定的想法 可当刘振志正打算拿出手机报警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出了一阵喧闹声 这让刘振志的心中升起了强烈的不安 仿佛印证了心中所想 宿舍门突然就被踹开了 刚才的那群人竟然又来的 他们的目的不言而喻 正是刘振志 刘振志试图离开 却被死死堵在了宿舍内 这群人将刘振志逼近了墙角 紧接着就开始再次报答 摄友们试图阻止却无济于事 刘振志被打得连连哀嚎 惨叫声让人心声不忍 室友们见识不妙 也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男人被打忍无可忍 拿刀反杀二人 殴打事件演变成人命官司 可是当警察赶来时 事情早就不是简单的殴打了 竟然牵扯到了人命 接连被两次暴打 就算是倪人也有三分脾气 刘振志眼睛撇到了一旁 桌子上的水果刀 一把拿了过来 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红着眼睛 就将刀枉打自己的人身上刺去 啊突然的凄厉惨叫 才让众人发现 此时的局势已经逆转 只见刘振志手拿水果刀 一下又一下往旁边殴打他的人童 宿舍的地面上已经满是鲜血 有两个人已经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番情景 原先浩浩荡荡的一群人面面相去 有人已经害怕地狼狈跑开 看着自己手中带血的刀 刘振志此时也恢复了理智 他好像闯大祸了 刀从手中脱落 看见地上已经昏迷不醒的二人 刘振志连忙拿起手机拨打了急救电话 受伤的二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而刘振志则被警察带回了警局 坐在审讯室里 刘振志内心是十分担忧 他很想知道人究竟能不能被救回来 毕竟也关乎到他的以后 面对警察的审讯 刘振志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当警察问到为何要打刘振志的时候 刘振志诚恳地摇了摇头 他是真的不知道 看着刘振志配合的态度 警察也知道他没有必要隐瞒 所以警察找到了那群打人者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这还要从一个叫做王某的人说起 他曾经或刘振志发生的一件小矛盾 事情是这样的 刘振志却操场不小心撞到了王某 王某受了伤 刘振志心中愧疚 连忙道歉 带着王某去医院处理了伤口 还赔偿了医药费 刘振志以为此事过去了 可是王某却一直记在心里 王某认为这件事让他丢了面子 在一次酒局上 将这件事告诉了好友林某 和其他几个兄弟 几人都为王某愤愤不平 认为王某受了大委屈 声称要给刘振志一个教训 林某带着几个兄弟 打听到刘振志的宿舍后 就制定了这场有预谋的殴打 所在在一天喝了不少酒后 林某就浩浩荡荡地带人 闯进了刘振志的宿舍 将刘振志从床上拽了下来 开始暴打 这个监控录像里的画面完全一致 也不知道是醉酒后打人上头了 林某竟然觉得还有点爽 于是他带着人再次折返回来 林某觉得刚才打轻了 决定再打一回 谁也没有想到 一向好脾气的刘振志竟然拿起刀反抗 致使林某和一个帮腔的人受伤 进了医院 刘振志在学校里 一直是一个勤奋努力的人 平常就是泡在图书馆 从来不曾和别人结怨 如今已经上了大三 只想努力一些 毕业后找个好工作的他 却遭受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医院抢救结果已经出来了 林某命大 捡回了一条命 而另外一个人却没有这么好运了 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也就意味着 刘振志的身上背负了一条人命 法院开庭审理 法官竟然咄咄逼人 你为什么忍不了 不久后刘振志开庭审理 死者家属义愤填膺 声称至少要赔付300万元 不仅如此 还要求刘振志杀人偿命 同时林某及家属也是同样的要求 要求赔付巨大的医药费 及精神损失费 然而在事实面前 一切还要听从法律的处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法官竟然公然站在了受害者的角度 在法官看来 刘振志手持刀刃 就是对受害者的一种不平等 不仅如此 法官竟然连连逼问说出来 他打你 你为什么还要还手 你为什么忍不了呢 的话来 在法官看来 挨打明明可以躲开 刘振志却非要还手 才造成如今这样的局面 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刘振志哪里躲得了呢 面对法官的质问 刘振志不得不说出了 自己实在是太疼了的话 刘振志表示 他当时是真的害怕对方将自己打死 情急之下才拿刀反抗的 刘振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一定会积极赔偿的 希望法官能够网开一面 可是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法官 哪里是会同情刘振志的呢 最终刘振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以及赔偿受害者家属20万元 此案曝光后 网上的言论沸沸扬扬 网友们站在了刘振志一方 认为他是正当防卫何错之有呢 刘振志的事情言论颇多 先不说最后的审判 就是法官的话就让人大开眼界 谁能想到这样的话 竟然是从司法工作人员口中说出的呢 此事涉及到校园霸凌 以及正当防卫等多方面 那么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